徐科长 这些货怎么处理 陆部署长让次同报古安店 后天早晨正阳门出大货 快走 好 林先生 不急 陆密拥长 请进一步说话 钢山先生 你们无权随便抓人啊 林岳教授是我们傅华的教授 中国著名的学者 请你们马上把他放了 要不然 明天全世界的报纸 都会报道 你们日本军人 如何破坏 我们中国学者的 孟秘书长 明天恐怕会有 更加震惊世界的新闻 这里的事 恐怕只有你我 能协商解决了 我相信 孟先生一定是事实无的人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是这样 有一张珍贵的客资贵甲五丁甲 是贵孝金之列金先生 曾经承诺赠送给我 带回日本保管的 但我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来中国 如今我来了 却听说他突然死掉了 孟秘书长 很明显 这是个阴谋 一定是有人偷走了假片 您和林先生这贵甲 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能想起 五丁甲在哪儿 孟先生 我跟那些粗人不一样 我希望您提醒林先生 将此物交给我 可 可这假片根本就不在 林先生那儿啊 看来孟先生比我想象中 更了解五丁甲的下落了 不在林文苑那里 那孟先生一定知道 假片在哪里 我哪儿知道啊 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此物存在啊 孟先生 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这样吧 林文苑我先带走 我会跟他好好交流 你 我给你一天时间 您好好回忆一下 一天之内 你若是能把假片归还于我 我就要出面 请带日本皇军放的林先生 我说道做道 孟先生 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一天之内如何能找得到啊 你这是难为人啊 这北平的监狱 现在由日本驻屯先兵队接手 安团队长是军人手中心黑呢 长长长 请你们把林文苑先生放出来 我们俩一起找 这样可能能找得快点 孟先生 你现在已经没有讲条件的筹码了 后天日出时正阳门下见 晚了 恐怕您就再也见不着林先生 对了 孟先生 我再奉送你一句忠告 我希望孟先生 是个讲信用的人 一定会把真正的武艇奖交给我 对吗 再见 拜 快进来 过来 爬好 快进来 我们再走 再走 第二 三 十 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